不满冰岛市政厅频频采取执法行动 而其节冰岛市政厅罗里 开往佛罗池华景区的两名乌衣男子 今天被带上乔治市推示厅面控 不过两人都不认罪 每人获准以7000令吉保释 两人在带往推示厅提控途中 没有躲避媒体镜头 还不时脸带微笑 28岁的被告哈兹阿玛和34岁的阿都莫哈敏 被控在4月5号晚上8点30分 在位于丹荣道光销整局前的荡口处 阻碍公职人员 驾走冰岛市政厅的罗里 让公职人员无法履行工作任务 触犯刑事法典第186条文 妨碍公务员执法 而在史兰额方面 雪州足球队前锋法兰西斯 因为使用复制车而被提控 证明利比亚籍球员扶手认罪 而在史兰额方面 雪州足球队前锋法兰西斯 因为使用复制车而被提控 证明利比亚籍球员扶手认罪 遭法官判处罚款6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必须坐牢6个月替代 法兰西斯也承认 他的宝马轿车使用假车牌 因而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吉隆坡法庭方面 我国最大冰块生产商 Atlas Edible Ice有限公司 则因为21项非法削减员工薪水 已经没有如期支付薪水给员工的罪名 而被罚款34500令吉 根据控状 有关公司去年9月到11月期间 非法削减三名泥波尔籍员工的薪水 同期也没有如期支付薪水给三名本地员工 抵触1955年劳工法令第24和25条文 法官在公司负责人认罪后 宣判罚款34500令吉 NDP7综合报道